如今许如龟要杀你灭口 那他还能放过你的妻儿吗 你 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 你的妻儿受制于许如龟 你的手上 稀有两根五色丝绳 这是端午节 女子和孩童 细于手臂 祈求驱邪必栽的 看色泽 应该是前两年的东西 你今日到贵坊 去取这些经地 是准备去逃命 这样的时候 你还随身携带 说明是在你心中 同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即便是死 也要死在一起的东西 你们平时都去哪儿讨饭啊 舅大先生 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今天就是一时糊涂 就想结个大的 不愁吃喝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不着急 先吃饭 没听安静王交代吗 这事啊 等吃饱了再说 我就是好奇啊 你们这平时都吃什么呢 吃百家饭 有什么吃什么呗 也就是说 城里大馆这份饭 你也都吃过 哪家最好吃啊 当然是广太楼啊 那如归楼呢 警察庆 武将军 警察庆辛苦了 你辛苦 他知道凶手气而的下了 还是我们王爷厉害 这一顿饭不到的功夫 就省完了 赶紧的呀 晚还等你喝酒呢 好好吃吧 下一顿就是断头饭了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一时糊涂 我也没抢成啊 大人饶命 小的再也不敢了 什么抢劫啊 你小子够贼的 还懂避重就轻 我告诉你 判你死罪 是因为你杀人 以为那小子 可全都招了 说你谋财害命 杀他蹊跷 还要杀他 刚才看见了吗 安郡王可什么都 审出来了 行了 带回去吧 是 大人密场 我没有杀他蹊跷 他 他才是杀人犯 你要相信我 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 他是不是杀人犯 跟你杀他蹊跷 那是两桩事 我只管你这一桩 这晚上我赶赶功 把捐踪整完 正好让你赶上 明天五十那波杀头 大人 警察庆 警察庆明察 我真的没有杀他蹊跷 他蹊跷还活得好好的 放开他 是 两年前端午那日 许如归突然绑了 我娘子和我儿子 拿着我娘子 编的这两根丝生 来找我 说给我 另找个能发大财的活干 我要是不干 就再也别想见着他们 你除了杀刘月 卢传生和冯介三人 还杀过什么人 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两个 都是些什么人 我也不敢打听 许如归可曾对你说过 为什么要杀这些人 他没说 也不然问 那你可见过许如归 与神策军的人 有来往吗 偶尔能见 有神策军的人 去如归楼喝酒 别的就不知道了 纪月司舞姬 柳娘 可是你们一路人 这 我从没听说过 我只是照许如归的吩咐办事 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好